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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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提了很多好的問題 譬如如果教宗有能力 能夠將煉獄裏面的人釋放出來 將他可以坐電梯坐上天堂的話 教宗就會因為愛的緣故 一早就兇了煉獄 教宗怎會這麼融俗 要你給錢他才釋放你的祖先 他有能力釋放你的祖先 他就一早為了愛的緣故 釋放你的祖先 而那些姑姐全部上去 怎會收錢才會做這些事 你分明沒有用教宗 他95個Vsus 包括這個和其他東西 其實1517年那個95個Vsus 一路德就不是攻擊教宗 那時候他還認為教宗是OK的 是教宗樓下的人做壞事而已 第二他不是要供供 第二95個Vsus 根本都不是說 贖罪卷是錯的 他只是說贖罪卷是濫用了 那些東西不是這樣用的 本來的原意等等 不過總之簡而言之 你明白嗎 即是你罵人呢 有時候你知道 你罵一些教義的東西 那些人是搞不清的 OK 即是如果我問你 馮牧師的講道 在教義上有沒有問題 那你會拋頭 沒有問題 馮牧師講的東西都是沒有問題 但我告訴你 馮牧師虧空了第一陣的錢 那你就立刻耳朵就很明亮 眼睛會發光耳朵就會伸長幾吋 聽一下發生什麼事 很好奇 古代的人和今天的人是一樣的 即是講教義的東西 who understand 那麼複雜 你說教宗貪錢 大家都understand 貪錢這個壞東西 所以這個項目就是這樣的 其實路德想做的東西 其實那些人是搞不清複雜的神學 到底indulgence 到底神學哪個對哪個不對 但是95Visus出來 就代表了 symbolically代表了一件事 就是教宗是很貪錢的 特別我剛才說的那個指控 是很… 怎麼說 很刺到肉的 如果教宗有權釋放煉獄的人 為何不憑著愛心 釋放了所有人 為何要收錢才釋放 我不要理神學 一聽這句說話 已經覺得 是的 教宗就是… 廣東話是不是叫刮籠 就是那個刮籠那個人 是吧 就是很明顯 你要明白 OK 所以為何我昨天又和你民族主義 當Nuva一出來的時候 當時又有印刷技術 以前在Wittenberg的教堂釘張紙 其實不是很嚴重的抗議行動 因為你記住中世紀的社會 或者1517年的社會 是沒有報紙 沒有Internet 沒有收音機 沒有電視機 什麼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些事情 你想跟全個鎮的人說 你怎麼做 就釘在教堂門口 教堂是所有人都會經過的地方 所以本身不是一種所謂 很反叛的行為 它只不過說 讓整個鎮的人去看 去討論這個問題 不過呢 因為那時候有了印刷技術 所以路德這個Glantified Visus 很快就被人印了 然後整個德國去派 整個德國去派的時候 於是整個德國 就一窩蜂的氣氛 就說 對呀 為何我們德國人的錢 要給意大利佬花呢 這樣 明白吧 這個又是教你 世界上你想製造糾紛 很容易的 你只要找到 有一些是壞人 對呀 那些潮州爛攪到第一陣 那麼醜 那麼醜 為何第一陣上會見來見堂 都見不到 因為那些潮州爛攪攪陣 這事乎 很快就會 你們如果有潮州人 對不起 對不起 阿仙姆 無論如何 很容易就會搞了世界大戰出來 無論如何 那時的項目就是這樣 他的Glantified Visus 對德國的人來講 就是揭露了所謂教會的黑暗 於是乎 就開始 有些教會 就開始 德國的有些教會 就說 不再受羅馬教宗的管轄了 那我們就叫這批 不再受羅馬教宗管轄的那些教會 就是今天的普特斯坦的開始 那路德就在德國開始 路德在德國一開始了 然後其他地方都有了 我們一會兒下一堂就說 瑞士又有 英國又有 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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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很多地方爆出來了 不過呢 這些其他地方怎麼爆爆 我們就不說了 我們說少少神學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聽過 唱過一首詩歌 就是講這個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D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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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沒有唱過 上主事我堅固保障 應該好像是一個heading 如果你詳細看那個歌詞去想想 這首是一首很medieval的歌 今日的人 盧永鏗那些不會這樣寫畫 因為他的歌詞其中一樣就是 殺假什麼國度攻擊我們 財富什麼什麼可寫 生命都可以寫 現在的人不是這樣寫的 不過如果你詳細看過歌詞 你會知道 就是路德的世界觀 這個撒旦是周圍都包圍他的 就是誓旦是周圍走去攻擊神的子民 有什麼方法可以打敗撒旦 那個歌詞都告訴你 就是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一出 撒旦就投降了 那這個呢這首歌其實是反映路德自己 我覺得是很反映路德自己的體會 就是他的 point 就是對他來說 教會腐敗什麼時候都腐敗的 可以這麼說 就是什麼時候都有腐敗的東西 如果教會2017 就是如果路德今天2017年復生的話 他都不會驚訝今天教會有的所謂腐敗的 什麼時候都有腐敗 所以對路德來說 他最關心的不是那個教會腐敗的問題 雖然這些是一般人關心的問題 他最關心的就是那個福音有沒有不見了 教義的問題 教會還是不是在講福音呢 對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贖罪卷 就代表教會一種思想 教會再不是在講福音 他是在講一種買贖的救恩 給錢買回來的救恩 對他來說這個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1517他還沒有反對天主教 就是未反對羅馬教宗的 不過去到1520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很明顯了 三年之間就跟教宗差不多割席的了 就講到明他們講 教宗講的不是福音 那就講一點神學 就是對路德自己講的 他的所謂福音的突破 其中一個突破就是來自默想 不斷去思想羅馬書一章十六十七節 他叫那些人就是要怎麼讀經呢 就是首先討告 跟著就思想 不斷去在靈裡面去質問神 就是這樣說 質問神 那個經文 這節經文是怎麼解的 他自己講他的經驗 就是羅馬書一章十六十七節 羅馬書一章十七節說什麼呢 就是我不以者福音為始 因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叫一切相信的 才是劉泰和希利利人 才是劉泰和希利利人 OK 就是神的義已經在者福音上顯明出來 者以本於信 以智於信 好了 對於年輕的路德來說 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 神的義已經在者福音上顯明出來 我都不記得講到和你說了多少 什麼叫做神的義已經在福音上顯明出來 其中一個解釋 這個也是 還有什麼叫做 義人必恩信得生 有什麼意思呢 這個自己 保羅都很莫名其妙 因為沒有情況下 因為如果你看回舊約哈巴谷書 義人必恩信得生 它是引哈巴谷書 但哈巴谷書裡面 多了一個pronoun 就讓你知道在哈巴谷書裡面 是義人是因爲神的信實 而能夠得生 保羅在羅馬書裡面 就沒有了pronoun 所以義人必恩信得生 你可以解爲 義人因爲他自己的信心得生 或者義人因爲神的信實 得到生命 即個信這個字可以解作信實 又可以解作信心 都是那個字 保羅講的什麼呢 羅馬書其實是很不清楚的 兩樣解都可以 好了 去回到神的義這件事 神的義的了解是什麼呢 對中世紀的standard的解釋 神的義是指神公義的要求 神公義的要求 因為中世紀的人 通常會形容耶穌 或者福音是什麼呢 是一個the new law 新的律法 記不記得耶穌來過 在馬太福音那裡說 古人告訴你 古人告訴你不可以殺人 但我告訴你 你罵你的弟兄是拉家 你已經犯了殺人的罪了 古人告訴你不可犯奸任 但我告訴你 你看到一個女子動了邪念 你已經犯了奸任了 中世紀的一個通常主流的解釋 就是這個正正表示了 耶穌帶來的福音 耶穌的福音是什麼呢 舊約的律法 只是告訴你行動 新約的耶穌的教導 將行動背後的那種深意 都告訴你 原來不但之不可犯奸任 你的心都不可以動一淪念 這是新的律法 重要性就是 將一個更高的公義彰顯給你 耶穌就說過 你們要聖過法利賽人的公義 What does it mean? 心境都純正了 這是中世紀很典型的解釋 我不知道你有否聽過牧師這樣解釋 我懷疑也會有牧師這樣解釋 我懷疑也會寫的是